大家好,我是孙悠然 这集视频里我会为你们来介绍 我比较喜欢的单块组合 我们先来看一套适合玩solo的组合吧 玩solo的时候,我会选择基地过载 我喜欢把它当作试针的增益来使用 所以,我把它拍在试针的后面 这块经典试针当然就是主效果 在试针的前面,用了一块经典过载 通常会在玩布鲁斯、Funking和Fayosin时使用 在它们的前面就一定会是原石和混响了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下效果吧 开启混响 先确定音量和原声是平均的 我喜欢选择弹簧混响 干湿度,不要干扰音色 延时长度在两秒左右就可以 像这样 好,我们接着来调延时 音量问题也是一样的 重复的次数我喜欢6-7次 重复的音量,第一次就要衰减 间隔时间每秒两次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感觉 至于过载,我喜欢把试针度开到3点钟方向 高音捐横开到11点钟方向 就是这样的音色 在我自己的曲子里 我通常会同时开启湿针和激励过载 用过载来加大湿针的动态感 湿针的音量作为主控 湿针度调到12点钟 高音均衡开到1点钟 过载提升使用上档 湿针度开到11点钟方向 高音均衡开到1点钟方向 到级币易了 Gyazos dj i know if you got it i know if you got it i know if you're n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